今天原住民的一些文字跟聲音的搭配的東西 妳有沒有提到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從形式上面來講起 就是 今天的這個形式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感覺怎麼樣 但是我其實是想要把它弄成一個 有一點像電影院那樣的感覺 就是讓大家有一個螢幕 好像可以看東西 可是實際上卻 這個就是看的東西不是重點 那這個東西有一點在 反思吧 就是有一點在 也丟給大家一個疑惑 就是 妳有一個螢幕在那邊 然後通常我們看電影就是 會把 可能比較容易把聲音當成一個配角 那但是在一個《詩聲記》裡面 就是聲音是主角的時候 可是有一個螢幕在那裡 妳到底是 應不應該關注在那個螢幕上面呢 關於內容的部分 今天的四首就是 因為我自己的興趣比較是在田野錄音 然後這四個作品就是 呃 算是對田野錄音運用的 就是不一樣的提議吧 那有一個是比較像是在說故事這樣子 就是在 它的敘事非常的明顯 是用語言來敘事的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周族戰記的那一個是有一點 嘗試純粹用聲音 但是它可能沒有語言的文本 呃 純粹用聲音來敘事 就是它也是一個敘事比較強的作品 然後另外兩個是也是新的 然後另外兩個是也是新的 就是我的一個一位音樂家朋友 謝傑庭 就是他是一個手風琴的樂手 他不只做手風琴 就是他還有做其他的創作 那他最近和一位詩人童亞利在辦一個詩聲雜誌 他是剛好叫詩聲的 但是那個詩歌的詩 詩聲雜誌 然後是一個網路的網路的介面 然後就是在上面以詩作為概念主題 來做音樂和聲音的合作 然後這也是最近他第一次邀請我 就是提供一些音景作品 然後他就是給我一個概念 然後我從我的天野錄音裡面去找 符合這樣子的概念 以及我看了詩以後的感覺 就是給他一些天野錄音作品 然後他再用音樂來合作 來搭配這樣做即興 所以是一些不一樣的提議 對於天野錄音的運用 因為我不知道你怎麼定義 所謂的Southgate就是音景 因為音景聽起來是一個 如果把這個無人電影院 或者是無表演者的狀態 推到一個很over的狀態的話 他比較像這位先生那個地震 就是一個山在震動的狀態 那我不知道你怎麼定義 或者說你們有什麼定義 Southscape這件事情 就那個Scape到什麼地步 是只有Scape而沒有人 對 就是音景這個問題 音景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先從後面講回來好 就是我不覺得音景是沒有人的 就像我們拍照一個風景裡面 也不見得沒有人啊 就是我們所謂的Scape 不管是Soundscape或Landscape 那音景這個東西 怎麼講從哪裡講起 對我來說吧 就是我曾經訪問過一位聲音藝術家 他這樣講 他說音景很像是 對他來說就很像很多扇窗 然後每一扇窗看進去就是有一個一個風景 然後我們可能去錄音的時候就是有一個一個一個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他把他選擇的那一些窗合起來 他就成為他的音景 然後當我們在講音景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呢 就是其實 嗯我自己覺得還是比較主觀的 就是每個人在同一個地方 他所感覺到的音景都不一樣 就像每個人在同一個地方 他感覺到的風景是不一樣的 所以 嗯 這個計畫叫Traffic Jam 其實是因為說 因為我們都是那個交大有一個 這個叫做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的研究 就是碩士學程這樣子 那我們剛好都是都是 就是就是等於是說這個Traffic Jam就是故意是說 找我們同學一起 就是因為大家這個這個系所是跟聲音音樂的研究是很密切相關的 所以也有很多人對這個方面是很有很有熱忱很有興趣的 所以說我就想找找只要是我們有興趣的同學其實都是可以來參加 那第一次目前現在這樣子第一次先找來就是這幾位同學 那剛好他們每一位其實都是各自有不同的專長 然後不同的 其實剛才都可以看到那個每個人使用的那個製作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 那也許等一下他們可以自己介紹一下他們自己的的做法這樣 那今天這次的表演其實有有一個比較大的主題 那這個東西應該算是這位記者的同學訂的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稍微講一下 好就是我們其實在表現四元素 就是希臘的那個物質式元素就是火 風 水 土這樣 然後 然後可能由我來開始 然後後來就發想給我們四個人是負責的這個元素這樣 當初那個火會分派到的就是 分派 對 紫恆龍 分派到給我土這個元素叫 就是去發想這樣 對 那我可能剛開始就想說土 就想說地球 那就是比較屬於比較低頻 比較浩漢的那種聲音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控制器它上面有三個半圓 有點像是我在控制地球運轉的三位 那種感覺 對 所以在低頻上面有做一些變化 然後我的話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沒有做什麼 一個東西出來 其實我拿的就是電腦的那個鍵盤 那 主要是說 呃 因為我是用那個 就是 程式寫說就是什麼 Max MSP 那樣子的東西 那 呃 基本上 我是覺得說 電腦本身它其實就是可以做為一個操作介面 那我甚至可以不用看著那個螢幕 那你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墊 它就是像是一個樂器一樣去操作它 那 我這次 這個 你 主要的內容的話是說 我其實用的全部都是 實際的水的錄音 所以所有的素材全部都是從 各式各樣水的錄音 包括說 水滴啊 瀑布啊 或者甚至你們有聽到有人在那邊喝水的那個聲音 那 全 就是 呃各式各樣的聲音 然後不斷的去穿插變化 那 甚至做一些那種 調變 就是用電腦去給它做一些調變這樣子 那所以說 呃 從水的聲音 然後變到不太像水的聲音 這樣子的 一個變化這樣子 就是 我圍基百科了一下 發現 四元素它有一個特別的符號 就是四種三角形 然後 其中 呃 風是火的變形 所以風會有一缸 然後 地是水的變形 所以地會有一缸 所以就做成了 這個樣子 但它 本身其實 你可以說在操作上 沒有意義 沒有 只是 不過真的是 想要表達一個好玩 然後 欸 退出來的時候有燈光 那你會發現說 欸我現在在幹嘛 現在是火 沒有啦 就是 因為喜歡做一些有的沒有的 就是好玩 那其實 呃 比較複雜的還是在聲音的處理 因為 因為我沒有用 我沒有用任何的預製 就是我所有的 音源都是 Noise這個物件 所以 火也是 風也是 你所有的聲音它都是 拿 白噪音 然後做各種的 綠波 然後做各種的 那個 加疊 我是最後一個元素 就是風 然後 我的方法跟指純其實一樣 就是 全部都是由白噪音 發展出來 但是 就是 因為風聲的合成 就是看了一下 就是發現它是用白噪音 然後不同頻率的 去做 聲音的調變 所以我今天就是在做 白噪音的現場 就是在 用Mix的混音 這樣做出一個風聲這樣 你是用那個 一個 一個純類比的那個 模組 就是 所以完全沒有 用到電腦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個 因為你們是在研究所組成的嗎 然後 以前我們 曾經就所說也有組成一個 那我只是 第一張給我們那一次 第一次的公開表演 跟現在 每個 使用的技術 可以跟大家說的秘密 其實第一次我們在北一大的 二樓卡克丁 部外的表演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只按了 播放 然後 就 可是也是從那次開始 之後 我們一直很質疑自己 那個現場播放 跟現場的Live 有什麼 有什麼 意義 這樣的差別 因為有些同學就說 他不喜歡在台上 武裝工作 這樣子 然後 我只是回想起 那個以前的時候 然後因為有那些 很 直接的 問題 所以讓我們 後面一起去思考這個 東西 所以 其實還蠻期待你們裡面的 你的作品 這樣 那那個 謝謝大家 因為 時間有限 就謝謝大家 今天來是神經 然後 如果 之後還有什麼問題 的話其實可以跟他們 私下的聊聊 交換 明天 OK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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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